大马教育文凭考试 SPM今天开始展开 全国共有407090名考生应考 首相Dr.Suri Ismail Sarri 为所有SPM考生加油打气 并且告诉考生 为了前途一定要全力以赴应考 另外教育部高级部长Dr.Razzi也指出 证实感染新冠肺炎或处在隔离期的SPM考生 允许在4月补考 同时保证 选委会征用柔佛州147所中学 作为州选举的投票中心 不会影响SPM考试的进行 Razzi指出 证实感染新冠肺炎或处在隔离期的SPM考生 允许在下个月补考 但他们需要就此通知校方 学生或家属只需要准备书面声明 以及附上相关文件即可 而校长会在之后核实相关考生 是否确诊新冠肺炎 另一方面 正值柔佛州进入州选举竞选期间 Razzi也保证 选委会征用该州147所中学 作为州选举的投票中心 不会影响SPM考试的进行 部长补充 尽管相关的学校在柔佛州选举中被征用 但投票程序并没有动用考场 为了师生的健康安全 Razzi表示 在投票程序结束之后 学校会进行消毒工作 以确保之后能够安全使用 2021年SPM考试 今天开始展开 直到本月29号 而柔佛州选举的投票日 则落在本月12号 提前投票日为下个星期二8号 负责政策和课程的教育部副总监 Dato Pakarudin指出 教育部和武装部队展开合作 通过军用卡车 将141名大马教育文凭SPM应考生 送往考场进行考试 我联合合传统 PANG5BIG8 也就是KEMDESA Pahlawan 所以 Pihak ATM memberi bantuan 2 kenderaan 3 tan untuk mengangkut ataupun membawa pelajar kita dari jalan utama masuk ke sekolah untuk menduduki periksaan dan operasi ini akan berterusan sehingga air yang bertakung itu surut dan jalan yang boleh dilalui secara biasa oleh pelajar 他接受访问时表示 武装部队在水灾期间 将轮流再送SPM考生 到考场进行考试 直到受影响的道路 恢复正常为止 东海岸地区再次遭遇水灾 首相Dato Street Ismael Sabri 宣布 政府将向受水灾影响的家庭 发出1万令吉的水灾援助 即至中午 共有28287名受灾家庭的 一家之主 已经获得1000令吉的水灾付税金 政府发放的水灾援助 包括2500令吉 购买生活必需品 维修交通工具费用回扣 购买电品的500令吉回扣 以及维修房屋等费用 Bang pertama dulu yang dapat akan dapat sama whatever kita dah bagi dulu untuk gelombang pertama untuk di Tengganu Kelantan pun kita akan bagi sama sama saja maksudnya yang RM1000 bank bantuan WAN Ihsan RM2500 untuk membeli barangan keperluan rumah and then untuk repair rumah semua yang adalah untuk beli barangan electric untuk repair kenderaan yang saya dah hubungi dulu sama saja diperoleh juga makna kalau kalau campur dengan repair rumah cash itu lebih kurang cash dengan voucher itu lebih kurang almost 10,000 首相 Ismail Sabri 是到乌鲁登加楼 刮啦乌浪 康蓬巴图 23的临时疏散中心 慰问在离时 这么说到 首相说 有关的援助金 主要是让受影响的灾离 添购电器 家庭用品 以及 维修房屋 和交通工具 等用途 恶劣天气 在15国 西马东海岸 多个地区 遭遇水灾情况 全国副警察 总长 Dato Razaluddin Hussein 透露 登加楼 和吉兰丹 共有10所警局 以及11所警察 普通行动部队 控制站 在这场水灾中 损毁 尽管如此 当局协助水灾灾力的 救援工作 会持续进行 不受影响 据了解 十所在水灾中损毁的警局 其中四所位于登加楼州 其余的六所则位于吉兰丹 而受影响的十一所警察 普通行动部队控制站 则全都设立在吉兰丹和泰国边界 Raza Rudin Hussein表示 这场突如其来的水灾 不仅对警局造成损坏 就连警员家属的宿舍 也都受到影响 乡村发展部副部长 Dr Husby表示 去年共有2835间人民房屋 遭大水灾摧毁 其中有110间已经收付 其余的则还在重建和修建中 它们在游客中現在开支枪 并不来得票 则是carga ata便宣装 我们通过市会提供召举利亚的 小麻烦 顺利亚美娅 和尸免 利亚美娅 顺利亚美娅 SB表示,随着建筑材料成本逐渐上涨 有关单位在修建过程中也面对种种挑战和负担 对此,有关的提案应该尽快获得内阁会议的批准 以解决财务问题 新冠病毒试虐期间 国内的医护人员坚守岗位义无反顾冲上疫情防控第一线 尽管冒着感染病毒的风险 但依旧风雨不改 无微不至照顾每一位病人,可谓人民英雄 跌至去年12月31号 政府已经发放11亿令吉的特别津贴 给对抗新冠病毒的前线人员 卫生部长Kerry指出 该部将会不时探讨和更新前线人员获得特别津贴的资格 以便扩大至其他对抗冠病的前线人员群体 包括治疗长期冠病症状患者的物理治疗师 菲利在国会下议院回应伊党到北区 国会议员Nadoche Abdullah的附加问题时这么指出 Kerry也说 卫生部已经制定前线人员的津贴标准 其中工作超过15天的人可以获得每月600令吉的津贴 而少过15天则是只能获得300令吉的津贴 他补充只有完成疫苗接种者可以获得津贴 而因为医药因素不能接种则可豁免 同样可以享有津贴 有关60岁以上人士以及科兴疫苗接种者的新冠肺炎疫苗加强剂宽限期 研制3月31号的决定 卫生部长Kerry强调 这一切都与柔佛周旋局无关 部长说 卫生部是基于接获许多要求 延长加强剂宽限期而做出有关决定 目的是为了让相关群体 有充足的时间接种加强剂 另外,Kerry也指出 在接种中心开放登门接种 并让接种者自行选择加强剂的疫苗牌子之后 新冠疫苗加强剂的接种率也随之大大提升 至于全国儿童疫苗接种计划 Kerry则说 沙拉月目前的儿童接种率是位居全国第一 共有57%的儿童已经接种新冠疫苗 但卫生部保证将随时提升疫苗接种的方便程度 因此,有关在沙拉月开放儿童登门接种疫苗的请求 Kerry也已经转告此事 给卫生部第一副部长 Dato Noradmi 卫生部长Kerry指出 相比Delta变种毒株肆虐期间的数据 Omicron变种毒株的传播率更为惊人 近日的单日确诊病例当中 有超过99%是Omicron变种毒株 确诊患者大部分属于第一期和第二阶段 Kerry表示 尽管感染Omicron变种毒株的患者日益增加 但康复出院的人数也不断增加 Kerry是在国会家医院 回答环节时这么表示 Zither Harp 等一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根据教育部的教育规划以及研究组级法务部的回馈 其实滑小一直以来都是政府滑小 该校原有的土地也是属于政府 那董事部在2009年购买的土地 还未解决土地冤有权的问题 刚才我跟大家说的 那么在现有的教育部的政策里面 一所学校不能在两片不同冤有权的土地上 设立和操作 这很重要 然而自2014年开始 该校董事部擅自进行建筑工程 教育部发现之后 曾多次发出警告信和停工令 给该校的董事部 董事部不仅没有停工 而且还继续建造 建筑物也违反只可以建造四层楼 和不可安装电梯的标准 学校在2017年建筑之后 校方向教育厅申请使用新的校舍 并要求开始于全日制上课 但是教育厅拒绝批准 因为教育部从来没有批准学校建造新楼 因此启治华小董事部就在2018年1月24号 这封信刚才我念给大家听 治函教育厅 同意移交土地及建筑物与教育部 让唯利的建造的新楼 能够被批准使用 马哈顺指出 董事部或一些教育团体 指教育部要索取土地拥有权 甚至利用抢夺的字眼 这是非常不负责任 以及刻意煽动的字眼 我要在此声明 教育部从来没有 要索取董事部的土地或者建筑 这块土地及建筑一直以来都输出于董事部的 到今天还是如此 马哈顺展示公函表示 2020年第一次讨讨论该校的问题时 教育部官员曾经出示 董事部在2018年提成给吉隆坡教育局的公函 信函中清楚著名 校方同意将土地与新建筑移交给教育部 不管怎样 根据教育部法务部多次的研究 唯一的途径就是将新校舍的土地拥有权移交给政府 以让学校继续运作 马哈顺承诺 他将为学校董事部提出协助 国盟宣布主题为为柔佛州人民的柔佛州选举竞选宣言 涵盖八个关键重点 二十四个战略和一百四十五个方案 国盟主席丹斯里莫医定表示 一旦获得选民的支持 国盟将带领柔佛州进步 加速该州的经济复苏 同时致力打造零贪污的政府 国盟推出的柔佛州选举竞选宣言 涵盖的八个关键重点 包括诚信领导与杜绝贪污 完善经济 着重解决生活成本 关怀人民 社会和谐 高效基础设施 重振旅游领域和环境永续 姆依顶表示竞选宣言并不是花言巧语 而是对建立一个廉政高校和关爱人民的州政府 所提出的一个实际承诺 柔佛州选举来到第五天竞选期 所有候选人都不敢松懈 争分夺秒到自己的选区拜访拉票 其中一个热门选区柏林周一席 将由马华、民政党以及行动党派出的 三名华裔候选人直接交锋 下来带您关注柏林州一席的候选人动向 位于柔佛南区的柏林州一席 代表国阵出征的马华这次派出新人亮相 首次参选的陈贤奇一上阵就遇上了 西蒙行动党政坛老将刘震东 以及代表国盟民政党柔佛州秘书邱孝丽 陈贤奇认为三名候选人都各有千秋 不过自己作为土生土长的柏林人 或有望在其他候选人当中脱颖而出 对我来说每个候选人都有他们的长处 所以我们大家公平竞争 对我来说我的强项是我是本地人 然后我时常都有在为大家服务 在这一次的州选举中 共有239名候选人角逐56个州一席 但是女性候选人只占了37人 作为少数参选的女候选人 陈贤奇依然保持乐观态度 我这几天的活动 我可以感觉到大家对女性候选人 都抱着很乐观的态度 他们也很开心看到是有一位女候选人参政 另一边乡代表国盟出战州一席的民政党候选人 邱孝利则到柏林的州一席派发口罩给居民 俗语说不是冤家不相逢 邱孝利竟然在准备用餐的同时 巧遇来自西蒙行动党的候选人刘震东 作为竞争对手的两人 在相逢时并没有互相仇视或者互相抹黑 而是展现了君子姿态心平气和的坐下来 交换宣传品理性交流和享用早餐 随后邱孝利也继续之后的行程 前往柏林的市集了解当地商家的营业状况和民生问题 柏林州一席将迎来101,263名选民 18到20岁的选民占了7.76% 21到39岁的选民占43% 60岁以上的选民则占接近17% 雇员公积金局宣布2021年派息 传统储蓄户头派息6.1% 总额达504亿5000万令吉 这也是公积金局继2018年大选年之后 传统储蓄派出的最高利息 至于伊斯兰储蓄户头则派息5.65% 总额是62亿7000万令吉 雇员公积金局首席执行员 Dato Sri Amir Hamza Azizan 在公积金局汇报会上宣布 2021年派息率是6.1% 这远远超出市场和经济学家普遍认为 2021年的派息率会介于5.5%至6的利率 根据过去记录 2018年的派息率为6.15% 2019年是5.45% 而2020年则因为受到新冠疫情带来的冲击 公积金局宣布当年只有5.2%的派息率 是继2008年以来最低的派息水平 至于伊斯兰储蓄户头的派息率 则达5.65% 而过去三年的派息率 依序为5.9% 5%和4.9% 根据惯例 公积金局会在每年2月的第二到第四个周六 公布派息率 而今年则推迟至3月才宣布 大马交易所推介上市公司转型计划 而相关指南会在2022年发行 这项计划从现在开始直到2025年 财政部长邓顾扎指出 上市公司转型计划将能够促进上市公司的表现与成长 同时让他们与最新的全球趋势 投资者需求和利益相关者的期待保持一致 登顾扎夫表示 上市公司转型计划将会推出5本数码指南 以打造目的和绩效驱动的上市公司 培育更大透明度及贯彻可持续发展作业 加强利益相关者管理和投资者关系数码化启用 以及推动强劲人才发展为国家建设贡献 登顾扎夫是在上市公司转型计划推荐礼上致辞时这么说道 目前大马交易所也已经在官网发布第一本名为有目的及表现推动指南 而其余的指南会在今年内陆续发布 登顾扎夫说上市公司转型计划最终会有助提高我国上市公司的企业绩 从而为国内外的投资者创造更具吸引力的市场 他也说虽然这项计划针对上市公司 但有关指南也可以应用在更广泛的中小型企业 例如第一本指南焦点领域涵盖财务及非财务绩效衡量 风险管理及市场策略 因此中小型企业也受鼓励充分利用这项计划及所提供的资源 最新一周的燃油价格已经出炉 RUN 97汽油价格上涨16仙 RUN 95汽油及柴油价格则是保持不变 根据财政部的文告 新一周燃油价格RUN 97上涨16仙 至每公升3令吉45仙 新油价将从明天3号开始生效 直到3月9号 为了保护消费者免受国际原油价格上涨 带来的影响 政府将RUN 95汽油 零售价顶价设立在每公升二令吉零五仙 柴油零售顶价则为每公升每升二令吉十五仙 以上是这一节的新闻内容 我是陈辉锦 感谢收看 Salam Kologa Malaysia 再会